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规模宏大 技术先进 3D 期盘 世界瞩目 CB01 CB02 两个标段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江海直达航道桥 青州航道桥 深水区非同航孔桥 钢销梁 钢塔等钢结构制造 运输 安装 港驻澳大桥设计使用寿命120年 对大桥建设提出全新挑战 以大型化 工厂化 标准化 装配化为设计思想和理念 工厂具有规模大 阶段大 标准高 健康 安全 环保要求高的特点 据此 我们确定了以全新的厂房 尖端的设备 先进的技术 科学的管理 建设港驻澳大桥的工作方针 大幅度提升车间化 机械化 自动化水平 建世界精品工厂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总体工艺布局 钢翔梁 钢塔制造分为 板单元制造 阶段拼装 桥上连接三个阶段 分别在山桥产业园 中山基地和桥纸生产施工 资源充足 条件优越 规划合理 实现车间化生产的全新工艺布局 新建成的山桥产业园 占地1320亩 钢结构联合厂房按照三横跨 五纵跨布局 总面积8.5万平方米 专用于港驻澳大桥全部板单元生产 按生产流程分别设置钢板存放区 钢板预处理作业区 下料及机加工作业区 板单元组装 探阶 修整 检测作业区 打砂 涂装及成品存放区 形成完整的板单元流水作业生产线 中山基地是为港驻澳大桥量身打造的钢香梁总拼装基地 占地1500亩 分别设置板单元卸船作业区 板单元存放区 钢香梁阶段拼装厂房 钢塔阶段拼装加工厂房 打砂涂装厂房 大阶段拼装厂房 梁段存放区 钓运装船作业区 办公生活区 可同时完成两个标段钢香梁的拼装任务 为国内规模最大 配套最先进的专业钢香梁总拼装基地 关键工艺及技术创新 钢板浴处理 钢板采用板材浴处理自动生产线进行擀平 拋完 喷漆 烘干 切割下料 钢板下料采用空气等离子及火焰束控切割机精密切割 切割设备同时完成自动化线 标识喷血 全面提升机械自动化水平 U类加工 钢板下料后 用双面洗床加工边缘 栓孔连接的U类采用鲜孔法 卡样板制孔 提高标准化水平 在专用竖孔洗床上 同时加工U类两侧坡口 钝边尺寸精度达到正负0.5毫米 坡口角度正负0.5度 最后在竖孔折弯机上压制成型 U类加工技术的提升是保证U类与桥面板焊缝有效容身的前提 板单元组装 采用日本先进的机器人焊接系统进行定位焊 实现U类定位焊自动化 保证U类坡口根部焊接质量 自动组装定位机床的采用 为确保U类与桥面板的焊接质量变定了基础 板类板单元也采用自主研发的自动组装机床 实现焊缝部位自动打磨和除尘 自动定位 压紧 定位焊 提高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 板单元焊接 U类板单元在反变形胎上焊接 通过自动液压卡锯预设双向反变形 用多头机器人焊接系统进行传位焊接 该机器人焊接系统采用世界先进的电弧跟踪技术 实现对坡口根部位置偏差的智能化跟踪调整 跟踪精度达到0.2毫米 解决了以往多头龙门焊机机械探针或光电跟踪偏差大的问题 配合反变形传位施焊技术 确保焊缝根部融合 内在质量 外观成型 即板单元焊厚平整度 避免焊厚矫正 该技术是保证U类板单元制造质量 提高使用耐久性的关键 使用同样技术和设备进行钢箱梁 钢塔 板类板单元的焊接 横格板单元在平台上用专用焊接机器人系统进行施焊 大幅提升焊接质量和效率 棱角洗消 板单元焊接后 采用自动导棱设备对非焊接自由边棱角进行圆角洗消 解决以往人工砂轮打磨效率低 质量差的问题 板单元运输 山桥产业园生产的板单元在秦皇岛港及港装船 通过大型海舱船运至珠山基地 钢箱梁整体拼装 钢箱梁整体拼装全部在厂房内完成 避免日光照射和恶劣天气对拼装焊接质量的影响 实现全天候作业 有效提高钢箱梁质量和生产效率 厂房内配有天车 接宽胎架 总拼胎架 总拼胎架纵向按桥梁线形设计 横向预设拱度 并设置可拆卸横梁 供梁段出胎使用 为缩短梁段制作周期 将顶底板单元预先在接宽胎架上拼接成板块 钢箱梁整体拼装 采用多阶段连续匹配组装 焊接和预拼装同时完成的长线法施工技术 制定合理阻焊顺序 有效控制阶段尺寸和线形 广泛采用数字焊机进行施焊 提高数字化焊接水平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有效保证焊接质量稳定性 为提高桥梁线形精度及大阶段拼装效率 将两个或三个小阶段在总偏胎架上焊接成分段 采用大型液压平车 完成所有粮段的下胎 转运 钢箱梁分别在专业打杀 涂装厂房内进行打杀涂装 钢箱梁大阶段在专用胎架上按桥梁线形焊成一体 并在厂房内完成接口处的涂装 钢箱梁装船及运输 钢箱梁有两台2000吨龙门钓钓运装船 装船方案安全、高效 满足全球大阶段钢箱梁的装船要求 钢箱梁由大型舶船沿持定航线运输 中山基地距乔治航程约32海里 最多6小时即可到达 梁段供应及时、安全、可靠 运输船到达指定位之后 进行精确抛锚定位等待吊装 钢塔拼装及运输 钢塔截断在厂房内的专用胎架上进行组装和焊接 通过专用翻转胎距进行翻身 持主要焊缝位于平位施焊 焊接质量更有保证 利用大型竖控落地洗塘床 对阶段端面进行机架工 精确控制阶段长度、端面平面度和垂直度 钢塔阶段加工完成后 进行相邻阶段的立式匹配 检验端面接触率、端孔、重合率等 钢塔阶段在大阶段拼装厂房内进行水平式拼装 检验整塔的尺寸线形、匹配精度等 检验合格后进行阶段间的焊接形成钢塔整体 安装桥位、竖转机构和临时钓耳 用大型液压瓶车将钢塔运至龙门吊下起钓位置 安装翻转胎距 水平翻转至桥位、竖转前吊装状态 再吊装到大型舶船上 绑扎后按指定航线运至桥纸 桥上连接 钢塔运至桥位后 用大型浮吊及舶船上的竖转滑仪机构进行竖转直立 吊装就位后 与C0段进行接口的栓接完成钢塔安装 钢香梁吊装就位后 利用全封闭施工平台进行接口处的职工 满足桥位环保要求 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 2段间 2段间先用拼接板连接顶板U型类 焊接环焊缝 湿焊合合后 阻焊环缝欠补键 最后 湿拧顶板U型类高强度螺栓 环凤酸焊合合后 进行接口处的涂装施工 确保涂装质量 质量管理 在充分吸收国外项目质量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为港珠澳大桥建立科学系统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 并提升检测水平和管控手段 采用相控阵超声波检测技术 对U类汗凤进行全面检测 解决了以往检测手段对汗凤容身和内部质量无法判定的问题 为提高U类汗凤抗疲劳性能提供了保证 开发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实现焊接参数实时采集 存储和湿焊过程计算机远程监控 焊接质量更有保证 通过全面实现车间化作业 广泛使用机械自动化设备 采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 世界先进的电弧跟踪自动焊技术 反变形船尾湿焊技术 U类焊缝相控阵检测技术 信息化质量控制手段 大幅度提升港珠澳大桥 钢香凉制造的质量水平 施工管理 我们将充分吸收香港航船周大桥的施工管理经验 并以参与该桥建设的主要管理人员为班底 组建港珠澳大桥施工管理机构 中国中铁高度重视坚强领导 公司总经理任项目总结导人 充分调动公司各项资源 并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顾问团队 进行技术咨询和指导 联合香港神式检验有限公司 进行专业的检验服务 实现科学高效创新创优的管理模式 我们已经投资新建了山桥产业园 中山基地 进行了系列专项课题研究 采购了机械化自动化设备 编制了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 我们有信心按照大桥的建设目标 将港珠澳大桥建成世界级精品工程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为我国成为世界造桥强国 作出拥有贡献 作出拥有贡献 否则成为世界级练 处理的区别的建设 也不认为世界级练